我手上拿的这个长条状物体就是刀片电池的内部结构了 和所有锂电池一样 刀片电池也是由正极材料、负极材料、隔膜和电解液组成 它采用的是叠片工艺 也就是一层正极材料、一层负极材料 中间有电解液和隔膜进行隔开 反复叠加组成 铜箔连接的是负极 刮下来的黑色物质就是石墨 铝箔连接的是正极 刮下来的黑色物质就是磷酸铁理 它的两边还有两个支架 里面有一层缓冲层 应该可以起到一个固定缓冲的作用 毕竟这个电芯太长而且太软了 吉尔的连接位置设计的很宽 已经接近极片的宽度了 应该是为了降低内阻增大电流 当然因为这个电芯本身比较长 所以说它的实际内阻还是相对偏大 通过拆解可以看到 刀片电池的内部结构和普通的磷酸体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它通过结构的改变 大大提升了磷酸体体的体积能量密度 同时也具备了磷酸体体的安全性 但从这个角度来说 刀片电池还是很强